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在海邊的風勢也越來越大 而在遺留地質公園 從早上9點半開始就有一期先將園區封閉 而遊客只能在警戒區與外的範圍看女王頭 什麼女王頭只能夠遠觀不可以合照 說到颱風邁德牧越來越接近台灣東部 中央氣象局也在凌晨發布了路上颱風警報 因此萬里區遺留地質公園也在上午9點半 將園區的第1、2、3區進行封閉 許多遊客到了門口才看到公告 不得其門而漏因此而撲空顯得相當失望 而且颱風不是這個下午晚上才會有嗎 所以就有點失望吧 失望的啊 從哪邊過來來 從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過來 看不到女王頭 對啊 沒關係 下次再來 颱風知道是颱風 但是不是說颱風明天才到嗎 今天應該沒問題啊 如果可以給我們進去看看應該沒問題的哦 結果現在就關起來了 對啊 失望 多少有一點吧 但是規定不能去我們就不去吧 在這邊看看也好 因為颱風的影響 從下午開始就出現間歇性的陣雨 還有刮起陣陣強風 地質公園為了讓遠道而來的遊客 能夠一睹女王頭的風采 所以只限時開放到觀景台的部分 而在封鎖線外 則是有人員助手以確保遊客安全 進嗎 可以進去嗎 進來進來 他說可以進啊 隨意了嗎 昨天就已經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了 說我們今天9點40分就全部封員 但是為了服務一些遠道的遊客 我們是原則上開放到仿真的地區 讓遊客滿足一下 他們到此一遊的一個拍照 然後那個地方其實還蠻安全的 面對颱風來勢洶洶地質公園 也不敢大意 將園區封了一大半 雖然造成部分團客的不滿與失望 不過也是為了民眾的安全著想 但還是由導遊不死心 到附近的海堤上 就地開始講解 也被海巡單位驅離 而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風雨也就越來越強 民眾可千萬別靠近海邊等危險區域 以確保安全 記者許端一萬里裁縫報導